我给他注意事项一下好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到家乡桃园 和市长郑文灿肩并肩 两人还时不时交头接耳 对桃园很有话聊 但要推谁角逐市长蓝绿都还在挣扎 而这一位呼声很高 我们等你来常驻桃园啊 我了解我了解 我会认真考虑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才刚结束全台苦行的罗志强 似乎已经心有所属 脸书po文说决定展开请听桃园之行 要听听市民意见 做出是否参选桃园市长的最后决定 要不要参选不否认 的确陷入了天人交战 说不定他哪天还要到高雄 也要走一走到屏东再走一走 这回答难道是给罗志强一个软钉子吗 朱立伦有意无意再点名高雄 因为也曾传出罗志强要出征这 但高雄队在野来说的确较为艰困 蓝白河的声音自然也没少 我们没有限制一定是要国民党籍 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国民党 推出最好的候选人 那也不排除在野的势力 大家能够合作 柯文说也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人 但是你又不能欺负他 也不能说你现在第三 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蓝银两大佬都公开喊话 尤其日前蔡碧如海汉 也有意选高雄市长的前市府民政局长曹桓荣会面 酝酿港督选战在野大联盟的氛围 但民众党主席接受吗 你不用放话 国民党要是高雄选的 他就自己去派人了嘛 那你说要合作 合作也不是透过新闻再互相联络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要合作什么 看来蓝白合不合也不是一边喊了就能成 TVBS新闻 廖宗庆 李品仪 李延志 李怡婷 台北桃园 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